早餐想不想来点不一样呢 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 这里谈的话题有够变 更厉害的是 这里的主厨向调龙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飞碟早餐 庞香龙权威掌厨 好飞碟不好飞碟早餐 我是庞香龙 明园白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号星期五 准备过周末 天气今天白天会有高温 高温可能会到三十度 所以你今天做梦的时候 撒洋葱式的穿着 不要打太多 因为早上早晚 早晚的还是偏凉了 但是你会感觉到早上的温度 比昨天的已经要稍微的高一点 那白天刚提到 很可能会有三十度以上的温度 虽然明儿在 明儿在当醉 那冬至啦 冬至这一天理论上来讲 那冬至应该是很冷的 不过呢今天呢会有高温 好那再三天 冬至虽然在周末 吃吃汤圆吧 应景一下 再来呢就是 你要知道明天是北半球 那黑夜最长的一天 过了这一天之后呢 那黑夜就慢慢的缩短了 所以像今天早上如果你起床的时间 如果跟我差不多的话 可能 OK啦早上早上早上四点多 那起来写稿 那那已经天一定是很黑的 但是呢即使到了六点出头的时候呢 天大概才稍微的蒙蒙亮 大概呢会有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好应该在我们的现场呢 在在帮我们的调调萤幕呢 那竟然是我们的部长 那今天呢我特别请除了我之外啦 在我们在我们现场呢 还有呢我都我特别请来的来宾 那前天正部的部长 李鸿远的部长 部长欢迎 乡龙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今天呢请李鸿远 李部长来 嗯因为在在跟在跟李 李部长在私下聊的时候 到我到我我长时间我感觉到你对于对台湾的现况的某种的焦虑 是或者担心 好那当这个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讲 对于总体环境的焦虑跟担心这个是好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 嗯那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你就就必须要扮演一个社会的警钟或者是一个吹哨者的角色 嗯那当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你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呢提出警告并且呢最好能够呢提出对案 觉得应该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可能的危机 好那最近当最大的变化是11月24号啊选选举选完了 选完了之后的那种的狂欢的party大概在在在下个礼拜就会结束 因为因为新新的新的县市长就要要就职了 那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1月24号到12月25号一个时间 大概就是地方政府的准备起那新旧的开始进入交接 那所有尤其这一次因为是地方县市的大换学 那呃蓝绿的板块呢做了很大的变动 所以在蓝的部分来讲呢从从过去的6席7席现在的增加到15席 尤其在几个过去呃蓝军已经很陌生的大都会比如说高雄 这是成为一个呢指标性的战区为什么因为蓝军战的地方呢已经 已经已经 对失去高雄高雄市20年高雄县33年 对换句话说你大概三代人都已经都已经不太知道有有国民党了 那再加上三代对一个政党对政治集团来讲其实影响很大的 因为那表示他在地方上面来讲他已经没有可以用的人 嗯这个是一个很很基本的认识你想我已经二三十年没有在那地方执政过 那表示我在那个地方我到上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我过去用过的这些呢这些比较熟悉的地方的人脉大概都不能用了 嗯要不就是老化了要不就散掉了嗯所以许多的基层的不只是组织而是说你要去建构一个有效率又接地气的一个地方的行政行政体系 其实他都必须要重新做起好再加上这15个地方现实的地方的九合一选举的变天我相信他隐含了很大的就说的台湾总体社会的政治期待 嗯这个政治期待包括了对过去的两三年的呃整个的政治的表现的不满那也包含了就是说对未来的政治的某些具体的想法特别是这一次的九合一的地方选举不只是地方选举而是因为他还有时间 十项公投嗯这十项的公投 我在讲他你看起来是个别的议题但是其实公投最大的特征因为他是创制复权权的行使在行使创制复权权的时候呢多半 他会凸显出来的都是社会价值 嗯就是到底这个社这个议题的社会价值是倾向哪一边的过去大家都都是用嘴巴讲的都不算但是呢这一次不管 呃可能像是性性别性别的问题或者是核能的问题或者是隐含的台独意涵的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问题这些的问题都会在 这次的公投当中第一次做一个有针对性的公共表达而这个公共表达的方向性的都很清楚 好那我我我先请教李部长的因为我们我们希望透过透过这样的一个有系统的访问能够能够让大家开始有个比较宏观的思考 经过了这些大的变动之后 到底台湾现在还需要做什么以及未来到底面对怎么样的问题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这次的九合一的地方选举对李鸿运来讲你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九合一选举我们看到了当然是大家对民进党的不满的累积吗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投射 是 可是我觉得我更想这个想要表达的是 其实我我有跟湘龙谈过 我们台湾必须面对的真相 我觉得我们今天 到底台湾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过 我们台湾一点都不大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这块土地 这才是我们今天台湾 最大的问题 就说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呃 今天刚刚你刚刚讲说啊高雄治理 其实你要看高雄治理你不把整个台湾看清楚 你高雄是无法治理 你要把台湾看清楚你不看到对岸 台湾也没办法定位 你看到对岸 你看到日本看到看到美国 所以现在变成说我们几乎 台湾人呢 永远在追求议题 我们没有从头到尾没有做基本功 什么叫基本功 静下心来想想看 我们台湾人 今天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到底未来该怎么办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台湾必须要面对的真相 你了解真相以后 你才会有 解方 你有了解方以后你才知道去找什么样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我我还是呼吁 大家都觉得说我们蓝军胜了在高雄胜了 好高兴好高兴 其实我是觉得高兴大 高兴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对了 选取 选取就是五分钟 选赢总是高兴的选赢总比选输要好的多 你那么努力的选 可是选赢了之后那是个责任的承担 那怎么办 那我就看你的想法跟做法 对 好不好 我们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次高雄的选举 我相信你也关心 然后你也 你也你也被邀请去站台 那也参与了整个的整个选务过程当中的一些的 不管是 政政界 或者是或者是未来的政策的表达 你怎么看这一次的高雄的选举以及 现在韩国瑜当选之后 因为他即将要就职了 他该做什么 我觉得第1个先 先要把 先盘点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就是我跟韩 韩市长讲 你今天看到的只是 地毯外面的这些东西 你地毯还没掀开的 掀开来里面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就刚刚你刚讲 近20年对那地方是很陌生的 所以第1个 先盘点 比如说 淹水 为什么淹成这个样子 毫无道理 他 所以我们事实上 他当选以后 还没他还没当选以前 事实上我们对高雄已经开始在 从学理上 学术上来研究 因为我们也很好奇 为什么会演成这个样子 第2个 这个陈市长一直讲说 他很很委屈 他做了13个字红字 那为什么做了13个字红字 那他还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都要先搞清楚 然后 那南部的相亲 也是常常我们都听到了抱怨 他说你们都是天龙国的 所以你们 大台北防洪搞了将近2000亿 所以整个台北的防洪 洪水预报系统 下水道都做得很好 这是事实 那问题是那你 我记得樊纳比的时候 陈市长前我去 我就跟他那时候就跟他做一个分析 樊纳比 沿水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潮水 潮水 就海水道观 海水道观 所以他是防潮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爱河不等于淡水河 第1个 第2个台北防洪 那是我们大概40年前规划的一个老观念 今天这个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 假如说不只谈高雄 谈 整个台湾的这个水的处理 其实他都忽略水有两种 一种叫外水一种叫内水 外水是河川的水 我们的水力单位擅长治理河川的水 我们过去90%的 effort都在做河川的水 可是内水是都市 都市淹水 其实都市淹水严格上在中央政府的执掌里面 他是属于内政部营建署的 他还不是经济部水利署 很多人都还没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那都那内水的处理 那你要谈的就是都市的设计 你就要谈的是都市的设计 所以我一直在提倡的 我在部里面 这个在提倡叫什么 就是对水敏感的都市设计 代化文叫做海绵城市 怎么来设计 那这东西呢 对工程来讲 他就是刚刚陈局讲 那陈局讲的那是三个制洪池 他严格上他就做低冲击开发 或是你叫他做海绵城市 制洪池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其他还有石铁药 就是你有什么透水的操场 透水的停车场 这个生态池 点点点点 透水的道路 这石铁药你必须要做一个整合 你才有办法达到它的效果 他不是透水是水透下去要到哪里去 跟现有的下水道如何结合 但是接下来说回来了 讲的都很简单 他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工程 中央跨了两个部 甚至三个部交通部内政部 经济部 在一个市政府跨了五个局 在一个市政府跨了五个局 在一个台湾大学里面跨了三个专业 就变成说今天台湾碰到 从治水来看 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 我一直在强调就两个关键字 跨领域对话 跨部门整合 你要是没有能力把这几个专业人 坐在一起谈 事实上你讲了是白讲 你要是没有能力把这五个局的 这个首长坐在一起谈 事实上你也动不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台湾淹水也好 很多的问题也好 我们都一直在谈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是最好讲的 比如说我给你讲海绵城市 那技术问题都不是问题 现在问题来了 怎么做 谁来做 就行政执行 这叫做体制的问题 然后呢 好了 钱我有了 边在哪个局 边在哪个部 然后呢 这个然后下面问题来了 我的专业人在哪里 我们从来没有训练这种人 因为我们读水的人不读 不读建筑 不读都市设计 都市设计员 不懂水利工程 所以我是觉得像台湾呢 水只是其中一环 台湾的每件事情 你真的把它摊开来看 你就会发现在中央 跨了太多的步了 我就 我就举 就是说 但是我们很多的人 很多的政治人物 很多的这个媒体朋友 都把问题简化成了 我们把很多问题 都把它给太简化了 比如说很简单 我大概 我们从2000年开始 就一直关注 嘉义的东史布袋的 布袋的这个 地盘下限区 我们也花了好多的年 做出了一个总和制水计划 这总和制水计划是这样子 我们过去把这个 所谓的地盘下限区呢 我们都把它丢给水利署 我给各位一个概念 屏东的临边 加东海平面底下 3.5公尺了 嘉义已经在海平面底下 2.6公尺了 他过去是一年以 10公分的速度在往下降的 结果呢 我们把它当做工程问题 全部丢给水利署 我们水利署是工程单位 我们只有三铁要 水门堤防抽水站 没了 没了 可是你这三铁要 你工程设施做下去 他一年下限 10公分 是4年以后 5年以后就全部泡汤了 那我们几十年就这样子几十亿 几十亿上百亿这样丢 从那边想说 我们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做总和制水 我们开始去跟 地方的民众谈 结果是用什么手段 重划 土地重划 就是你把土地拿出来 政府拿一半 农民拿回去一半 再给各位一个数字 你知道当地的余温 当地的农民有多可怜吗 他的余温一瓶土地公告限制四百块 他市价只卖两百块 一瓶土地只卖两百块 当地的渔民一年平均买鱼苗的成本一千万 只有七成会长大 一烟水就破产 几十年来政府一直在投钱 几十年来 这些渔民在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面对他们的问题 你今天要解决 嘉义的这个 地盘效益问题 你觉得你告诉移民不抽地下水 可以吗 他办不到 他办不到 他要吃饭 可是我们就一直在饮证止渴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好 我府地抽薪 我去跟移民谈 我就跟他 很简单 你要你要先 你要解决人家的问题 你要先了解 人家的问题 我就问他 我说我去上 你家的房子也没要买 不会有人买的 当然 你的土地也没有要买 没有 你一年淹水损失多少 不知道一淹水就破产 对不对 对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去上我帮你算了一遍 你根本没赚钱 我要是有一千万 我根本不需要活成你这个样子 这些人才恍然大悟说 我们这几十年到底在干嘛 我们政府这几十年到底在干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思考 我说我的故事是什么 我先说服他 他说对 那不然年轻人你告诉我 政府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说虫化 什么叫虫化 虫化就是你把土地拿出来 你拿回一半 我拿一半 我把我手上的这一半变成人工湿地兼自洪池 我帮他帮他们做了第一个版本的人工湿地 50平方公里 你知道50平方公里有多大吗 已经很大了 五分之一个台北市八座西湖 就说 你要谈这个地方的自洪池 我们谈的是一个西湖规模的自洪池 所以今天陈局 陈市长为什么很委屈 就说你的自洪池的量跟你的水量 到底符不符合比例原则 好吧 我把自洪池挖起来了 上面种满了水生植物 第1个 半年之内淹水问题马上解决 因为水都会到自洪池里面 第2个他变成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因为所有的候鸟都会飞到这个地方来 我再把自洪池的土挖起来 把村落垫高政府无息贷款给你 把你房子盖的漂漂亮亮 现在土地一瓶两百块 等我加工完以后一瓶五万块 他的房地产 他的自己的财产增加了一百倍 甚至还更多 然后呢 辅导他做观光休闲旅游 因为你要给他一条路走 然后你真的首养你非养不可 到了自洪池来养 这叫做观光余悦 这个东西叫总和治水 就这案子做完以后呢 中央跨了5个部10个署 中央跟部跟部之间的政策 永远矛盾 署跟署之间的政策永远矛盾 这个计划在行政院的经建会啊 从2009年一直讨论到2013年的年底 谈了4年呢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没有一个政府有耐心 一个计划居然可以谈了4年 到2013年的年底 大家行政院终于说好了咱们干了 终于决定要做了 结果呢 嘉义县政府不干 为什么 他拒绝当主管单位 为什么呢 假如你们对 你们对嘉义的政治生态了解的话 2013年的年底 当地选区的立法委员 跟县长不同党级 一个不同党级的县长 拒绝把一个政策 做在一个不同党级的立委的选区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民主 为了这个愚蠢的理由 这一个谈了四五年的一个计划 就不见了 100里路走了99里 剩下最后一里 就量在那 其实2013年的年底 因为这是严格上来讲 因为内政部不管 这不是我们的主要业务 所以我也不能讲太多话 我是觉得行政院是莫名其妙的忍弱 嘉义县不干 你就告诉嘉义县政府你靠边站 我内政部营建署加上经济部水利署我两个署就把你干起来了 结果呢 我们一个好好的计划在摆在那个地方 到了今天呢 嘉义没解 屏东没解 台湾的地盘下限去有多少 你们知道吗 很大 1800平方公里 这部分我我可以 十分之一个 细部评 我可以补充一点 当然 每当 每当新闻偶尔出现 或者像 好我今天请李鸿云 李铺长来 李鸿云谈的时候呢 你可能听起来你也觉得 触目 惊心 头皮发麻 因为地层下限的问题 比较现实一点讲 我在 将近30年前 我开始做新闻工作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在我在跑农镇 跑 跑水利 那我还特别你知道我那时候从台北骑摩摩摩摩摩德车 然后 到到这些地层下限区 因为那些都不是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那时候我没有什么交通就骑摩的车这样这样走 所以那些的那些区域 我我我称本那个是 那个是台湾的 一个Lost land 就是 就是其中台的台北人 我根本装没看到 那 他的地层下限了 30 年前就已经很严重 他仍然在在持续的发生 因为你 你除了抽地下水他沒有其他的選擇 好吧那每次你都聽到海水倒觀地層下限 偶爾你也會看到這些呢 這些新聞的紀錄片 他告訴你就說啊 這個祖坟都泡在水裡啦 房子已經有一半線在土裡啦 當地剩下的都都是老人啦 然後這些養殖漁業呢 都都是呢在在靠天吃飯的 好那土壤呢也都研化的非常非常厲害了 根本也沒有辦法做一般性的耕作 那基本上任何的產業的都不可能進到這個區塊 因為他沒有辦法做好這種基本的 基本的這環境治理 這些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你只要稍微有注意到台灣的危機現況 你都知道 可是知道了之後 你你曉不曉得 其實大家一籌莫展 而這一籌莫展不是觀念 或者是技術面上的問題 而是出現在行政上 行政上的問題 而且你剛剛講 四年 哪一個政府有耐心談四年 終於弄出來了沒有了 結果這個 新政府一上了 現在已經不信了 已經快變成舊政府了 他每次他們都很禮貌 很好用我說 我有什麼建議 我就給新政府建議說 現在立法委員跟 縣長已經是同一個黨籍的 求求你們趕快把他拿出來做了吧 我還跟他們講說 我可以義務替你們服務 我的名字根本不要出現在上面 政績都算你們的 結果呢 前瞻計畫也沒有在裡面 沒有 一個字都沒提 嗯 所以意思是說 他們根本也不重視 嗯 其實我在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最近因為服選我到 所以有沒有可能他們 雖然同同黨籍但是 沒錯 但是其實關係更緊張 我是覺得這樣 嗯 阿明跟阿花的關係不是更緊張嗎 這個我是覺得這樣 嗯 我是覺得我們台灣真的是太政治 嗯 真的是太政治 對 然後呢有一個解方在那個地方 但是你不會想做 因為他這個政治人物馬上算計 在這裡面我得到多少政治利益 第二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這個所謂的credit會被誰拿去 嗯 第三個真正他真正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嗯 我怎麼做 嗯 其實我們今天台灣好我今天跟各位 聽眾報告 台灣這麼小一個國家 其實我們是一個極度中央集權的國家 是的 其實錢跟權全部在中央 嗯 其實地方政府呢 我在縣政府幹過 其實大家都沒有了解 縣市政府能幹什麼 嗯 縣市政府在做的事情是 左手從中央把錢拿來 嗯 右手花掉沒了 過路才行 你要叫他多做一點事情 沒有錢沒有專業沒有人力也沒能力 嗯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今天啊 很多的縣市首長25號要就任的 嗯 我今天告訴所有的縣市首長 嗯 你根本沒有能力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你今天所有的錢都是中 你大部分的錢都要靠中央補助款 你大部分的專業都是要中央幫你規劃 你根本 除了一兩個老牌之下是以外 大部分的縣市政府根本沒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 嗯 所以我過去的內政部 我一直想要做 或是在離開內政部以後 我最想要做的是什麼 嗯 地方政府的職能的提升 嗯 讓他 我覺得我們台灣應該是要開始來談的 嗯 權責相符 嗯 就是說我們這個地方政府你給他權 但是你給他責任 你給他經費 你給他預算 嗯 可是他必須要是權責相符的 嗯 今天你中央把大部分的錢都抓到中央的手裡 那地方 今天為什麼地方首長很難幹的原因是什麼 嗯 所有人都在看中央的臉色 嗯 我今天只要跟你中央搞不好 嗯 我根本錢也不會給你 我處處給你穿小鞋 嗯 我在 真的我們我們 因為我很深的感受是 我們在台北線的時候 那時候中央跟我們的政黨是不一樣的 是 你到中央要什麼東西他幾乎是不會給你的 嗯 因為他讓你政績做了好了以後 以後他就威脅到他自己的政權 嗯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都是很微妙 嗯 可是你不去碰 大家都在演一出假戲 嗯 我們今天就看嘛 今天韓國瑜啊 這個盧秀燕啊 這些藍軍的首長上來了 嗯 我們很希望今天中央政府已經有一個 比較開闊的心胸 大家一起來面對台灣的問題 不然你今天很簡單啊 你提出一個問題我就告訴你 我沒錢 嗯 我不給你錢 你怎麼辦 所以我是覺得還有一個問題是呢 其實我是台灣少數還沒有退休 嗯 擁有省府經驗的人 嗯 其實1998年97年在談動省的時候 大家忘了一件事情 嗯 台灣90%的政策跟執行是在台灣省政府 是的 中央一直都是一個政策單位 嗯 結果你用一個政治原因 嗯 或是不管你什麼光冕彈簧的原因 嗯 很草率的把省政府給去掉了 嗯 結果省政府離開已經快20年了 是 那個那個縫到了今天沒有補起來 沒有補起來 沒有補起來 我們過去地方政府都是省府 會幫你笑話完再交給你 是的 可是今天這個這個這個角色沒有了 所以地方政府都會看上面說 以前你都會幫我做好 嗯 你現在為什麼不做了 嗯 中央政府會覺得說啊 你們過去縣市政府都做得好好的 現在你怎麼就不會了 嗯 這個gap沒有補起來 台灣是一個非常沒有效率的政府運作 好 今天在我們在我們錄音室的現場的 我我特別把這個前年政務部長李鴻元理部長找來 當然大家知道李鴻元 他除了除了他的他的專業 那在這房災啊等這方面的議題之外 他其實也是一個雞婆 就是 對很多很多這些大家的睜眼閉眼的問題呢 那李鴻元的會長時間的關注 而且呢會會會不斷的就是說 在適當的時間呢他他就反反覆覆提 因為那些問題到現在為止都無解啊 當然有關於沈的問題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他已經不可能再回去了 嗯 在那在當時那種非常狂熱的政治氣氛 那就是覺得中央跟沈的這個 呃權責的過於重疊 那覺得呢非要把沈禁掉不可 把台灣的變成二級制 我覺得就觀念上面來講的也不是不對 可是問題是你禁掉了之後就是剛剛李鴻元理部長講 那個gap一直都沒有補上去 所以呢中央和地方之間在行政的協調 跟跟這些呢包括一些大的這些計畫上面來講 他一直處在一個呢斷練的狀態 好那到底該怎麼做你剛剛提的問題很好啊 就是地方政府的職能提升提升 那如何能夠讓我們的地方政府 用現在年輕人的話語來講 能夠讓地方政府再進化 對但是那個再進化講起來很容易 所以我就選完了就好了 我看到就是說大家那種歡欣鼓舞的感 那個歡欣鼓舞 他不只是在一個政治政黨立場的表達 而是那每次選完之後為什麼會有那種歡欣鼓 比如最近的高雄我我我承認就是說 從11月24號之前 當韓國有勝選機會之後 整個高雄的那個氣氛空氣就不太一樣 因為你會從他當地的一個一個消費活動 你從這些呢這些飯店旅館鐵公路的車票等等 你會覺得高雄就只是這樣子 好像呢有一個人要當選了 高雄的氣氛就不一樣了 選完之後呢這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我也承認就是說因為有太多的朋友在反應相同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突然間的高雄變得這麼的熱門 為什麼高雄飯店訂不到了 為什麼呢週末的時間你連要訂高鐵車票呢 也很難訂到了你要定很冷門的時段勉勉強強 表示大家對於未來是有期待的 就是覺得選完之後我不是因為韓國瑜 而是我是認為韓國瑜有機會讓高雄看到不一樣的未來 所以任何一個縣市長不管你拿到多少票 不管你打了一場多漂亮的選戰 如果你忽略了這個期待他必須要很快的得到滿足 嗯那你終究的很快的呢也會被放棄 好那這樣的一個職能提升 如果涉及到政黨的問題那講起來就複雜了 那到底該怎麼做進廣告回頭之後 繼續跟在我們現場的李鴻元李部長聊 非常棒非常早餐 我去談好今天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號星期五 因為明天是冬至但是明天呢因為我沒有辦法開門 然後明天明天的週末時間呢非得早晨也放假 所以我只提醒你明天冬至記得吃湯圓 那為自己呢做一些隨著節氣而做的準備 讓自己的生活更有感覺一點 好的今天白天呢會有會有高溫也提醒你留意 因為剛剛呢忘了提醒大家的空氣品質的部分 嗯今天的空氣品質呢比昨天呢嚴格講起來 要更糟一點因為因為昨天呢在雙北地區來講呢 台北市大概都還是綠燈那今天一大早呢雙北呢 其實大部分都已經是黃燈陶雲開始呢出現了大量的橘色的燈號 到了中部地區呢彰化雲嶺呢大概開始出現紅燈 不過呢在高屏地區來講比昨天好一點 昨天高屏地區呢一大早呢都是橘紅色到紅色的燈號 不過今天呢都是黃燈 好那這個空氣品質因為這兩天不會有雨啊 所以大概呢都會維持這樣的一個一個天氣的形態 還有要提醒我們聽眾朋友的因為 呃國際的原油的價格呢一直在下滑 那前兩天上個禮拜的時候呢大概都還稱讚 紐約清原油稱讚每桶五十美元以上 但是我今天早上在看的時候呢每桶呢剩下四十五美元而已 那因為油價的下跌的幅度呢非常快 在在大半年前的時候你還會感覺到油價呢大概都 紐約清原油大概都在七十七八塊 眼看著呢就是呢像北海布蘭特原油都已經上九十了 好像就要破百了但是瞬間呢都回來了 所以下周一的油價呢國內的油品的價格呢會大幅的下調 估計呢會調就是七毛錢到八毛錢左右 那以九五的五千汽油來講呢今天你去加油大概是每公升呢二十七點八元 到了下個禮拜一家的時候呢大概接近二十七元左右 所以呢油品的價格回來了這些對你的生活呢多少會有一些的影響 好另外在繼續訪問的李鴻元李部長之前的時候呢我剛剛呢又又又又差點忘了來我我我這邊有呃你如果看 你看看直播你會看到我我手上秀的這個這個電影票那尖峰人生暫停一下 的由安可電影公司呢所提供的每一組呢兩張那我這邊的有六張 所以我待會會有三個名額下一段的這廣告呢回來時候會接的call in 我們的call in專線呢你可以呢先準備02-2363-9955 02-2363-9955 下一段廣告回來之後呢我我再請我們的鴻漢的接的call in 好在我們的現場那李鴻元李的李部長那李部長帶來了兩本書 我就我就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呢我就很有感覺你知道這本書 李鴻元李部長臺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那個書名對我來講是很心動的 而且這本書早在還沒有成書還是草稿的時候呢我就已經看看過了 就出版社呢就已經就已經拿給我了就剛打樣而已我就已經看過了那裡面有李鴻元對於臺灣 就是我們到底了不了解這塊土地我們一共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而且臺灣的地緣位置是很特別你想北回歸線從中間穿過去氣候其實是很複雜的 南北四百公里差異這麼大的地方其實不常見 第二個我們在火火環帶的一個邊緣上面來講在在兩個地球上面最大的板塊的一個交接的地方 所以地震你是絕對逃的逃不掉的你隨時你都要有準備一年呢六級以上的地震 臺灣大概平均發生三到四次以上你碰到你天遙地洞你不要覺得很驚訝 只是那個地震的正央離你遠或近的差別而已 這些都是臺灣基本上面你要對應的再加上臺灣地方小但是呢高低的落差非常大 東亞最高峰的在在臺灣呢將近的四千公尺你想的東亞這麼多的國家為什麼臺灣小小的最高峰在在這裡 所以從平原海海平面的到四千公尺就濃縮在這樣的一個小範圍裡面 所以呢他的一個地形也好地質也好其實都非常的複雜 這些的複雜就是告訴你臺灣的是需要有非常強烈的防災跟安全意識 你才能夠在這個地方存活的很好 要在臺灣成為一個一流的國家的一流的國民不是這麼容易的 嗯 好了接下來就叫我講完了 我是覺得這樣好剛剛提到我們臺灣人要很嚴肅的問自己一個問題 我們這麼小的國家需要二十幾個縣市嗎 嗯 每個縣市政府都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嗎 嗯我覺得是要要很嚴肅的來談 嗯但是這個在政治上非常敏感 嗯大家都不碰都不碰我就舉個例子哈 基隆嗯四十萬人嗯永遠不可能做自己的規劃 沒錯你規劃基隆不能不看新北規劃新北不能不看台北 是的 結果呢而且臺灣還有一個習慣是什麼 我們臺北市有一個巨蛋我們新北就要孵一個蛋 嗯台北一個國家各劇院 我們當初在板橋蓋一個國家音樂廳 嗯桃呃桃園也是一樣一樣都都這麼近其實台北的機場就帶著桃園 對理論上就是一個大都會區 結果我就跟我們現場報告我說啊從這兒開車去中正紀念堂五分鐘 嗯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嗯他說我們不這麼做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嗯二等公民 嗯臺灣人呢每個人都害怕變成二等公民 結果我們蓋出了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公共建設重複投資 嗯三分之一的建設是重複投資 嗯從南到北都是一樣的 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從一個國家的觀點 嗯或是同一個地域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嗯第一個所以我那時候就鼓勵什麼 鼓勵基隆嫁給新北 嗯跟台新北合併 結果基隆的鄉親很可愛 基隆鄉親跟我講說不行 我們不想嫁給新北 嗯新北是窮人家 我們希望嫁給台北 我們嫁到豪門 台北是有錢人嗯 基隆為什麼不能跟台北合併 因為中間隔個戲子 他沒有接在一起 嗯根據我們地方制度法 第七條他是不可以結婚的 嗯所以我那時候就跟民政市長講 對啊 管他要嫁給誰 只要他願意嫁人 嗯我所有的法律全部從寬解釋嗯 今天重點不是基隆要嫁給誰 嗯今天重點是北北基要有一套規劃 是 當我在規劃北北基的時候 我的目標是上海香港新加坡首爾 嗯桃竹苗是我們的矽谷嗯 中章投利中國大陸最近的口岸 嗯雲家南我們的精緻農業區 嗯高高屏南京的窗口 嗯你這樣一規劃出來以後 國城市的定位有了國家的定位有了 沒錯 可是你不這樣規劃的結果 大家看到什麼互相copy 嗯台北台中台中高雄幾乎都一樣嗯 城市的定位不見了國家的定位不見了 慢慢的台灣人就把自己越鎖越死 嗯我們永遠在看這個島 我們已經不去巴著其他的引進國家 到底在幹什麼嗯我們不care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國家的定位也找不到 城市的定位也找不到嗯 可是我今天很遺憾的跟各位報告呢 今天的民主氛圍是地方諸侯做大 嗯中央部會的權限越 authority 專業越來越被限縮 嗯所以今天已經沒有一個部長 有辦法幫台灣做出一個這樣的規劃了 嗯他即使有這樣做出一個這樣的規劃 他也賣不出去嗯因為現在最大的是呢 那個六個諸侯嗯 嗯那六個諸侯沒有辦法做下來 這個嗯今天這是我台灣台灣 現在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嗯 就回到你剛剛講地方政府只能的提升嗯 其實坦白的講了除了台北市以外 其他的地方政府他能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嗯 所以就必須要談到我剛剛為什麼講北北 以及陶宙苗衝張頭高考評整個東部 這個就是我們事實上必須要很嚴肅的來談 嗯我們這幾我們應該要有一個高高評是一個行政單位 嗯北北極是一個行政單位嗯 你有一個這樣規模的一個行政單位 第一個你才有足夠的思考能力嗯 你才有足夠的執行能力嗯 翻開地圖來講這是日本時代那幾個州就是一個這樣的規模嗯 事實上在政府運作裡面有個東西叫做critical mass嗯 你一個太小的政府麻雀雖小武藏俱全但是你沒有足夠的能量嗯 你這樣的一個規模的政府是有能量的嗯 然後又回過頭來講為什麼今天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一個專家借調到一個部裡面當部長 嗯結果很快就陣亡了嗯 因為呢我們政務官的訓練的平台沒有了嗯 這個我們過去假如大家還熟悉的話嗯 過去在救國民黨時代嗯 你要你要訓練一個部長要怎麼訓練呢 一個部會的政務次長嗯 他表現非常好嗯 調到省政府當廳長嗯 在表現很好他才有機會回來當部長是的 他當部長的時候事實上他是已經訓練好了嗯 因為呢直俠是我跟各位舉個用百話文做個比例了 直俠市的這些長官嗯他只會開小汽車嗯 他即使是市長副市長他也只會開小汽車嗯 你到了中央部會再小一個部他開的都是一部連結車嗯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訓練司機去開連結車嗯 結果這些人呢你把他調到中央去嗯 他一開始就跌跌撞撞嗯等他把這部車摸索好了他也掛掉了 國家也掛掉了嗯我們經不經不起折騰 就是一個部長在那邊自我訓練等他搞清楚的時候他也他也也完了嗯 今天我們沒有想過我們從來沒有一個訓練部長的機制嗯 所以我剛剛講北北基桃樹苗假如我們這樣一規劃以後 事實上這一些所謂的小內閣嗯 這些人他就慢慢的有辦法開嗯 大卡車嗯這些人到了中央他不會不會亂的套的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今天整個政府嗯文官體制上面的一個培養機制沒了好 我在我在我要再進了廣告不過您剛提的這問題我就想到以前20年前一個人事行政局的局長我在跟他聊的時候嗯他在告訴我說這些的官員的培養的過程的那個升官圖嗯他說那個升官圖你聽到升官圖三個字你可能有惡感嗯因為在一個在一個民主的國度你們大家覺得說誰得到最多選票那個人呢就是就是最適合的人 嗯但是他的他的告訴我說不是這樣是他說那個升官圖是有道理的嗯那個升官圖其實那個歷練的過過程會讓整個的文官體系除了穩定之外政務官的歷練的會完整他比較知道那個他不顯熟的領域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現在在我們有有民主可是那個呢官員的系統化的培養的那個機制被完全破壞掉嗯我進廣告廣告回頭之後呢我我我再請教李弘元李部長 我常常在公開的場合當中講就是說臺灣今天的政治精英我認為已經是臺灣跨得最好的一群人嗯你放眼去看去的時候我們的總統從民選總統以來從李登輝以來每個總統都臺打嗯而且都是很好的得的可可惜甚至都是放羊過的嗯我們的我們的副總統能能當選副總統的除了除了除了這蕭萬長是政大之外也幾乎的都都都臺大的 而且也都是菁英嗯那甚至於你回頭去看只要是參選總統副總統我說參選人呢幾乎呢都是臺大的嗯你再回頭看你的地方政府六都的市長嗯也幾乎都臺大的嗯那已經是菁英中的菁英了嗯可是呢這些菁英 為什麼把臺灣治理成這個樣子進廣告回頭之後除了繼續訪問李宏林部長之外來你準備打call in我們的call in專線02-23639955把三組那每一組兩張這個週末的上映的電影尖峰人生暫停一下很好看的電影了好待會呢你打call in那紅外會見的call in把這個三組每組各兩張的這個電影票送出去另外李宏林必須要回答我剛剛的問題 臺大人你包括最近你光看到臺大的學的學生呢在那邊鬧啦等等嗯那那些都還是都還是一個單一事件表象而已而是臺大人臺灣的培養的菁英的搖籃回過頭來他們也佔據了臺灣許多非常重要的權力的職位為什麼把臺灣治理成這個樣子我一直覺得臺大人責任是很大的廣告回頭之後請教李宏林好八點五十四分四十五秒了我剛剛李宏林部長私下在在聊的時候我們我們我們其實 到了到了這個年紀的時候啊那我們有了有了有了某種的人生歷練的時候想到自己年輕時候的魯莽是其實會害羞是會有更多可能那個時候覺得自己很厲害好像什麼都都都都懂但今天回頭去看的時候呢其實其實那個時候自己真是粗糙的可以是除了有勇氣之外呢其他都都沒有準備好不過這些現在來來不及我做一點時間我要請教就你看我們我們剛是要在聊的時候我覺得很重要現在因為有選舉的 極致每次選舉的時候其實這二十年臺灣出現過多少波的那種政治上的超級明明明明每次選舉你幾乎都會看到一兩個Superstar從過去的陳水扁馬英九甚至於某一段時間的蘇貞昌謝長廷你回頭看李登輝我們就就就不講了然後你在你在你在在往後面看包括現在的柯文哲也好韓國瑜也好甚至於在這兩年多前的蔡英 我對難道不不是嗎蔡英文拿到六百九十一萬票民進黨有史以來最高的選票這些都是被寄予厚望我想我的選民閉著眼睛把票投給你當你落選我我哭當你慎選的時候我跟你這樣子尖叫歡呼覺得我我的未來被看到了可是選完的時候只要一兩年的時間這次民進黨的敗選我覺得我感受特別深刻不不是幸災樂禍而是老百姓竟然會對一個政治明星失望的這麼快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好我們今天這些 這些政治明星我相信無庸置疑的是他一定有能力的他就不用置疑剛剛向弄講的都是我台大學年出來的所以我們也必須代表台大很慎重的抱歉我們的訓練過程裡面其實不只是台大其實台灣的所有的大學我們都只在注重叫做知識的傳遞其實我們對領導統一對文文文文化的培養對很多的東西我們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訓練制度裡面是沒有的那剛剛又回過頭來講這麼優秀的這個人他基本上他在他沒有被訓練的結果變沒有被訓練加上現在現在的網路世界呢是更可怕網路世界變成說其實大家都在吵議題因為你有議題你才會有收視率才會有點閱率那這樣的一個結果呢就會讓所有人越來越不想深入因為你深入你就會你你不深你不深入第一個 你自己不會成長結果你會發現所有的這些超級大都在吵議題那你今天其實是既聖誕誕生機這個人並沒有不好可是他假如說他的 attention都是在都在追求這些東西其實他慢慢就會釋掉方向好有時間關係我跟劉宏雲只能聊到這裡基本上大家都在水土不服在跟你聊 再跟你聊